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下用他应该也抓不到IPI 我们看一下通过他能不能把关键的数据给查出来 用CHAS竟然可以说 当然刚才用Ford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 出现内容很多 我们来找关键的网址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大家就可以看到他有HTTPS 这个是广告吗 我们换一个 因为刚才启动了过程中就开始开的 我们重新抓一次 先把它清除一下 我们来首先把这个模拟写到 游戏 游戏 receive 人 嗯 一眼看过去,也没有我们想要的 先把这些都清除掉 刚才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崩溃掉了 我们来找一个广告吧 看一下这些都能够正常跑步 都行 把这个移动范围 先把这个清掉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间有点长是吧 IDS IP HGPS 我们看一下 这些明显看就不是 刚才这个明显好像是有广告的 应该是有广告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没有明显 这个没有明显 3.Image Logo 2.Image 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 这个里面有这样多信息 这个广告 这个里面有这样多信息 我看 1 2.3.5 2.3.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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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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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本端的一个 IP地址 UI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一些可以的 IDS IPA 应该不是 我们如果大家在这种找 慢慢的一个一个去找的话 你却比较麻烦 你却比较麻烦 而且不容易找的到 那还有一种解别的方法 我们来再试一次 还有一种快速的找的方法 我们来试一下 他这个却没有广告 失误了 这个也是没广告 这个也是没广告 是 返回的时候 这里出现了 我们在请求的时候 我们点开 在这个时候 广告有广告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有些地方是出现了 像这里 这个应该是比较可疑的 而且是请求数据 太多的肯定不是我们要的是吧 太多的肯定不是我们要的 HTBS 莫非他连广告都是HTBS 莫非他连广告都是HTBS 那就尴尬了 HTBS 广告应该就是这个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测试几次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一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点开这个 他的一个网址是这个 Image 请求获得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试一下 是吧 可以下来试一下 我们来 或者说大家在这里复制也行 下面的这样一些数据 我们刚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发现 它有这样一个网址 这个的话 大家要反编译这个IPK才行 反编译它之后 得到对应的信息 反编译之后 我们可以先复制一下这个网址看能不能打开 已经10点半了 是吧 大家自己下来试一下吧 恰似的话 恰似的话和Forder是很相似的 不过它在这里 大家设置这里 它会有点特殊的地方 就是这里有个Socket 这里上面是抓HTTP 下面是抓Socket 所以说它的功能的话 是要比什么Forder要强一点 而且它的一个显示界面的浏览的话 也是要比什么Forder要好一点 就是整个浏览 大家会发现它是都有伸缩的一些协议 是吧 它都会被你归类是吧 进行归类 这个工具大家都会使用了吧 中途的话 有同学可能已经走了 这个这节课的话 应该说的更多是工具的使用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不是这样 前面多付了一个就弯了 不然能不能挤 好卡 是访问不到数据吗还是怎么听 明显就是192.108 就是本机的一个地址 就是本机的一个地址 这个意识还打不开 就这两个工具的使用 大家这一课能掌握的同学的话 就刷一朵鲜花水 然后这一课的话 基本上讲到正点就差不多了 大家下去的话 可以着重的用一下Forder和Chars Vershack的话 大家可以尝试用TCP dump 这个工具来抓包试一下 诶 我怎么把这个网页给关掉了 看一下 我们的邀门同学流汗了 啊半天都出不来 这个不知道是模拟器原因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老师这边也 听不到罗你心里面的声音 奇怪了 要挂科了 事情太多 要挂科了 哈哈哈 尴尬 等下来就用一下吧 就是Forder Vershack 这三个抓包工具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到时候会演示一下Forder的一个抓包 SO图标 它这个里面居然还有多HTTPS 不死 大家会发现 当然有希的话 不是我们这里来说 是他这个 应该是360 打开这个网址的时候产生的 实在访问不了 那就算了 我们就不太磨叽了 剩下的时间 大家就想一下 如何来抓这个 如何来抓这个 现在 现在还剩几位同学是吧 那刚才的话 就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chars的使用 chars的话 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 你在浏览数据的时候 可能比Forder好用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档吧 剩下的时间就看一下这个文档 大家自己下去下一个芒果TV这样一个工具来看一下 那它的一个界面是这种是吧 差不多了是吧 然后 见面 见面的话 它这个描述的比较细细 描述的比较详细 那这些的话 我们比较用多了 比较就是设置chars 到时候需要安装证书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讲 这一块都是一些请求是吧 断点是吧 是不还算 就是一些目录结构 当然这个的话 大家会发现有些是要收费的chars这个抓包工具是要收费的 而Forder这个抓包工具是免费的 它那个带领 服务器 短口 远程带领是吧 试试 网速模拟功能 断点是吧 断点点秒查看 其实在一定的程序上抓包工具 最好和WPE是有相似之处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chars的一些常用的使用功能的 然后捕获记录控制 重复发送请求等 断点的一个什么 下断点是吧 网页模拟功能等等 那这个的话到时候我会给大家打包 这几门书动用 好 基本上就给大家讲完了 是吧 chars的使用大家应该就是很简单 它和Forder是一样的 所以下课的话 我可能就要稍微复杂一点了 因为大家看TCP的时候会看到有可能会比较头痛 有问题的同学的话可以说一下是吧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几个就下了是吧 因为时间也不早 下吧下吧 下吧下吧 其他同学也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了是吧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了大家再见 下节课的时间的话我们下节课看一下讲啥 下节课我们讲一个案例就是抓包 抓的话可能抓的是登陆包 到时候我给他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 把前面的知识总合起来 寒假还讲不 什么寒假 应该是过年要放一点 放几天 应该过了此次外都是要上 都要讲的 寒假都要讲 是吧应该要讲到 一月份完 是吧 一月反 二月份出的时候 差不多 好 我们就下课了是吧 我们这一课就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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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